凭借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先进技术 将F-5战斗机改造成无人机的想法是完全可行的 实际上 整个过程可能在6个月内就能实现 而且 目前现有的雷达技术完全有能力探测到中方的所有无人机 F-5E战斗机的故事要追溯到全球军火界的重量级选手 洛斯罗普公司 这家公司自1955年起就投入到名为N-156的项目中 旨在打造一款既经济又异于维护的战斗机 以响应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军事援助倡议 这个倡议的核心是将这类低成本战斗机提供给发展中的友好国家 经过精心设计与评估 N-156F型号脱颖而出 不仅赢得了美国的军援项目 还被赋予了自由斗士的响亮称号 这在冷战背景下意义非凡 时间推进到70年代 洛斯罗普再次重标美国政府的国际战斗机计划IFA 这次的重点转向了空中优势作战 目标是为西方盟友提供对抗苏联米格21的有效手段 这一计划催生了F-5A的升级版F-51战斗机 也被称为老虎二世 1974年10月30日 首架F-51战斗机 昵称虎牙一号 以中正号之名问世 以此纪念前总统蒋中正的生日 同时也标志着台湾拥有了自主生产的战斗机 及虎安计划的开始 这一计划持续至80年代中期 共生产了242架单座F-51和66架双座F-5F教练机 占全球F-5系列战机产量的四分之一 使台湾成为该系列战机的主要使用者之一 在御山计划之前 谁也没想到F-5战斗机会 在台湾服役超过半个世纪 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的存在 尽管这些老战机已接近退役边缘 但他们的使命似乎还未结束 原本台湾计划让这些战机逐步退役 然而这一决定却一再推迟 直到最近才定于今年底 至明年初正式宣布F-5战机的全面退役 然而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退役的F-5战机成了一大难题 封存它们将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而简单出售给废品回收商又显得太过浪费 毕竟这些战机虽老 却承载着丰富的飞行经验 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创新的建议 为何不将这些F-5战机改造成无人机呢 从技术上讲 这并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F-5战机的操作系统已经相当成熟 只需稍作调整 将飞行控制 视觉监测及机体状态监测等设备 与地面控制展向连接 即可实现无人驾驶 事实上 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有所探索 成功改装了多款战机作为靶机使用 以测试各种武器系统 台湾在军事技术上的自主尝试 并非首次回顾舰湖计划 20世纪80年代初 台湾为了测试天空和天舰导弹 将四架退役的F-5V战机改造成遥控把机 这些改造在美国Tracer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完成 在送往美国改造前 这些战机经过重新涂装和编号 所有原有的标识都被移除 只留下美军序号和蓝白条文的尾翼 改造过程并不顺利 首次试飞时 由于美国技术人员在组装时的一个接头错误 导致警告灯全部亮起 之后的一次测试中 一架QF-5战机在执行高G转弯动作时 发动机熄火 甚至无线电信号也中断 幸运的是 飞行员及时手动接管控制 成功降落在爱德华空军基地 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事故 飞行员将战斗机转化为无人机的过程 是军事技术的一次深刻革新 它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无人机 而是塑造了一种及超级巡航导弹 与精准打击能力与一体的飞行武器 这样的无人机 在作为靶机进行武器测试的同时 还能携带大量弹药 执行高风险的自杀式攻击任务 直接威胁敌方后勤 指挥 集结及军械等关键目标 从经济层面考量 这种改造方式相较于全新设计无人机而言 成本效益显著 改造过程包括飞行控制系统 传感器的升级 以及载贺设备的改装 每个阶段的花费虽有所差异 但总体成本相对较低 且多集中在数千至数十万美元之间 价值定期的维护与改装 虽会增加一定开支 但相较于全新研发无人机而言 仍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 与专门设计的无人机相比 基于现有战斗机改装的无人机 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 其平台技术和改装方案已相当成熟 无需从零开始设计制造 大大缩短的研发与部署周期 以某型战斗机为例 改装过程中 虽需拆除部分非必要部件 并突设大量电线连接至飞行控制中心 但其实际可行性已得到充分验证 改装后的无人机不仅能作为靶机使用 还能执行更为复杂的攻击任务 其飞行性能甚至可能超越有人驾驶飞机 展现出超越生理限制的卓越能力 以美国改造的某型无人机为例 其高速高空的飞行能力令人瞩目 能够在极端条件下完成高难度机动 这是普通飞行员难以企及的 相比之下 尽管现代无人机在技术上不断进步 但在许航速度 飞行高度及航程等方面 仍难以与这些经过精心改装的战斗机相提并论 只有少数长航时 高空战略无人机能够勉强与之匹敌 但这更凸显了改装无人机 在特定任务中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述 将战斗机转化为无人机的做法 不仅在经济上具有合理性 更在技术上展现了其独特的优势与潜力 这种创新性的军事应用 无疑将为未来的战争形态带来深远影响 进一步探讨 通过战斗机改造得到的无人机 在载荷携带能力上展现出了惊人的优势 其机体外挂能力和内部戴药舱容量 均远朝专位特定任务设计的无人机 以美军的MPU-9攻击无人机为例 其最大载荷能力为1 7吨虽已相当可观 但相比之下 经过改造的QF-16无人机 则保留了原战斗机的技术规格 不仅航程长 载荷能力也不遑多让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现代无人机 整体作战能力直逼 甚至超越了一些专门设计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今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突破性进展 更是将这一领域推向了新的高度 他们成功地将一套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集成到F-16战斗机上 赋予了无人版F-16自主作战的能力 在测试阶段 这架深度改装的F-16 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下 独立完成了飞行任务 并在后续测试中 进一步展示了其自主空战能力 DARPA的自主空战行动系统和空战计划系统 分别在一对一超视距空战和视距内机动对抗中表现出色 与AI对手展开了激烈的空中较量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在模拟飞行对抗赛中 由F-16模拟器控制的自主人工智能系统 以压倒性的优势 击败了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飞行员 这充分证明了 人工智能在提升空中作战能力和效率方面的巨大潜力 展望未来 美国的战略规划中 无人版F-16将与F-35战斗机协同作战 形成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 无人版F-16将承担突破敌方防空系统的重任 为F-35等有人驾驶战斗机开辟攻击通道 二者联合对关键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这种将退役战斗机改造为无人机的策略 不仅成本低廉 而且回报高效 是一种极具创新性的战略选择 在亚利桑那州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数以千计的F-16战斗机静静地躺在飞机坟场中 等待着新的使命 得益于当地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 这些退役战斗机大多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为未来的改造盒再利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改造的QF-16无人机 无需飞行员驾驶 能够执行更高风险 更复杂的任务 如携带导弹 炸弹等重型武器进行攻击 或作为诱饵 吸引敌方火力 这种低投入高产出的战略选择 无疑将为美军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 增添更多的灵活性和优势 另一方面 F-5E战斗机 作为昔日国防前线的中间力量 在飞行员训练的最终阶段 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彰显了其作为标准空优战机的独特价值 然而 随着服役时间的不断延长 F-5E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机身老化 零件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尤其是其发动机已停产超过30年 只能依靠频繁的翻修来维持基本性能 这无疑降低了战机的可靠性和作战效能 原计划中 F-5E应在2019年退役 并由意大利M346高级教练机接替其在AT-3训练体系中的位置 以实现训练体系的升级和旧装备的更新换代 然而 随着国产永英高教机项目从外购转向自主研发的决定 该项目的交付时间被推迟至最早2026年 这一变化迫使F-5E不得不继续延长其服役期限 至少在坚守5年时间 这一决定虽然缓解了短期内教练机短缺的问题 但也凸显了老旧装备 现代化改造与新型装备研发之间的复杂平衡 将老旧战斗机改造为无人机或引入新型教练机 虽能带来诸多优势 如成本控制 技术传承等 但同样伴随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改造后的无人战机在起向条件上要求严苛 仍需依赖传统的机场跑道和地面设施 限制了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部署灵活性 此外 由于选用了老旧机型进行改造 这些无人战机的隐身能力普遍较弱 其雷达反射面积和红外特征显著 难以逃脱现代先进探测系统的追踪 从而降低了战场生存能力 追溯F-5战机的历史 起起源于诺斯罗普公司的N-156项目 该项目旨在开发一种低成本 易维护的战斗机 以满足美国军事援助计划的需求 从N-156项目的原型GT-38教练机开始 诺斯罗普公司不断探索与改进 最终推出了F-5A战斗机 并获得军援计划的认可 F-5B作为双座版机型 更是成为战斗训练中的重要力量 从1964年首份生产合同签订 到1972年生产结束 诺斯罗普公司共生产了 包括200架F-5B教练机 在内的636架F-5系列战机 为多个国家的空军建设 贡献了重要力量 在1960年代 台湾依托美国的军事援助 启动了被誉为 玉山计划的军事采购行动 成功引进了92架F-5A和23架F-5B战斗机 这些战机于1965年 正式加入台湾空军服役 开启了它们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生涯 F-5A在台湾空军中 服役了将近22年 而F-5B则更加长久地 服役了31年 成为了台湾空军历史上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进入1970年代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洛斯罗普公司在国际战斗机计划的推动下 研发出了指赛对抗 苏联米格21的F-5A-21空游战机 随后 这一型号进一步发展 演化为了广为人知的F-5E战斗机 及老虎二世 与早期的F-5A相比 F-5E在机体尺寸 机翼面积 以及航电系统等方面 均实现了显著升级 成为了当时空中格斗的佼佼者 而F-5F作为双座战斗教练机型 虽然在机笔设计上进行了重新调整 但仍保留了F-5系列标志性的M39机炮 确保了其教学与训练功能的全面性 1968年 台湾与洛斯罗普公司携手合作 启动了虎安计划 旨在本土生产F-5EF战斗机 这一计划不仅涵盖了技术指导 人员培训 还涉及到了生产设备的全面引进 1974年10月30日 首架F 5E战机在台湾成功下线 并被命名为中正号 标志着台湾航空工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F-5EF的全胜时期 台湾空军成为了全球装备 该型战机数量最多的军队之一 其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台湾空军开始逐步引进 更为先进的F-16战斗机 F-5EF逐渐退居二线 转而承担起训练飞行员的重任 尽管不再担任前线主力角色 但F-5EF作为经典的空优战机 其卓越的性能和稳定的飞行品质 依然深受飞行员喜爱 是训练新飞航员的优选机型 然而 面对机身老化和零部件短缺的现实挑战 特别是发动机已经停产30年的困境 F-5EF的维护和保障工作变得日益艰巨 原本按照规划 F-5EF应于2019年退役 但台湾空军的战略调整打乱了这一计划 在考虑引进意大利M346高级教练机 以替代F-51F的同时 台湾也启动了国产永鹰高级教练机的研发项目 最终出于成本、技术和自主性的综合考虑 台湾决定放弃购买M346的计划 转而全力推进永鹰项目的研发 这一决定意味着F-51F需要继续延长服役期至少5年 从而使得F-5系列战机在台湾的服役时间 达到了半个世纪的惊人里程碑 面对这批承载着历史与荣耀的老旧战机 台湾空军正在积极探索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受到美国在战机无人化领域取得成就的启发 有人提出了将F-5战机改造为无人机的创新构想 这一计划旨在通过现代科技手段 延续F-5战机的使用价值 为台湾空军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该计划的实施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包括技术难度、资金投入、国际合作 以及法律法规等多个层面 台湾空军需要与美国等相关方进行深入沟通与合作 共同探索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与实施路径 至于美国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技术或支持 则取决于双方的合作意愿、利益诉求 以及国际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好了 如果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如果你喜欢鉴赏武器的魅力 那就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尊严只在建峰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